大家好,我是安家纽约成东,您的安家顾问 又到了年末了,又是一个总结过去预测未来的时候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结合Street Easy, Read Film 以及Realtor等各家的数据 再结合我在纽约市场上的实践和观察 给大家一个2022年纽约房市的年终总结 以及对未来2023年纽约房市走向的预测 纽约房地产市场在2022年可以说是经历了过山车一半的动荡 而这一切最主要就归结于房贷利率的急需的变化 房贷利率的快速的上升就会迫使大量的购房者 无法入市或保持观望 而疫情以后,学生和上班族的大量的回归 又将纽约的租金推到了近10年最高的水平 这就是2022年纽约房市的一个基本的近况和写照 从2022年4月到12月这9个月当中 30年期的房贷的利率几乎是翻了一倍 11月的第一周的利率一度达到了7.1 而回想一年前很多人还是可以拿到3左右的利率 而上一次利率如此快速的上涨 还是要追溯到40年前的1980年 所以很多原来打算在2022年买房的买家 因此就失去了贷款的资格 还有一些买家是无法在短期内心理上 适应利率的快速的上涨 购房的意愿也急剧的下降 StreetEasy的数据显示 2022年的下半年 纽约购房合同的取消率跃升至1.7% 也就是说大约100份签好的购房合同 但是最终没有成交的将近就有两个 这是自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 主要的原因就是利率上升以后 使得一些买家不符合原先的贷款条件了 而被迫要取消合同 而且我发现预算较低的买家 尤其是首次的购房者 受到贷款利率上涨的打击是最大的 低于80万美元的合同的取消率是2.8% 是80万美元以上合同取消率的三倍多 这个现象就说明了收入和储蓄较低的纽约人 对贷款利率上升的脆弱性 在纽约市 入门房价通常是在40万到80万美元之间 那么相比之下 80万美元以上的购房合同的取消率就保持稳定 看来越富有的买家 利率上涨对他们购房的影响力较小 而在我的买家客户当中 我也比较明显的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和现象 那么基本上购买入门级房产的买家 只要利率上涨到5%或者5以上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就比较犹豫 甚至打退堂股了 而我购买100万以上房价的买家 今年大致有60%是全款购买 贷款利率上涨两倍以上 就意味着每个月的还款额就会高出了许多 以80万的贷款30年期为例 如果贷款利率是3.5% 那么每个月的还款额是3560美元 那么大致呢 这位买家的年收入必须是在13万以上就够了 如果利率上升到6.7% 那么每个月的还款额便是5160美元 比之前就高出了1600元 那么如果要负担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话 买家的年收入就必须一下子跳到了18万以上了 因此如果买家不想降低他的购房预算 或者也不想去寻找更实惠的社区 那么只能暂时搁置他的购房计划 这就导致了2022年市场的交易量 同去年相比是下降了基本上是30%以上 代售房屋在市场上的停留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上市的天数从第二季度的69天 增加到第三季度的80天 所以在2022年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卖家是主动降低房价的 在StreetEasy上刊登广告的近四分之一的房源 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至少下调了一次要价 这说明卖家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种变化 StreetEasy的价格指数表明 纽约市的房价在2022年的7月达到了峰值 8月份基本上是保持不变 在9月份环比就小幅下降了0.7% Redfin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五大区的房屋每平方英尺的平均的价格是617美元 比去年下降了4.8% Redfin的最新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的房屋的中位数是82.8万美元 比上一年同比下降了5.4% 而合同成交价与挂牌价之间的价差比是97% 也就是说最终的合同的价格比之前的报价平均是打折了3%左右 这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 像我之前的几期视频提到的那样 纽约的房价并没有想象中的大跌 其中的原因就是去年的纽约房价也只是温和的上涨 因此利率的上调更多的是导致交易量减少 房价的波动幅度其实并不大 另外一个纽约房价相对稳定的因素是纽约的房源库存继续的保持低迷 纽约的卖家如果不是急于套现 不会在这个期间卖房的 原本想换房的卖家也不会用之前锁定的低利率来换取今天高的多的利率 所以与卖房的人不同的是 卖家如果无法获得合适的报价 他们退出市场并不是那么的痛苦 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的选择自住 而投资型的房产也可以选择继续的出租 但对于新楼盘的开发商来说 情况就略有不同了 可以说纽约的开发商在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当中 心情像洗了三温暖 我们知道2020年因为疫情的冲击 新房的销售行情是一片的惨淡 房价打折成了普遍的现象 所以纽约最著名的开发商 Extell的Gary就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不能只看到开发商赚钱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熬 甚至在破产边缘的时候 他说知道我们亏的有多惨吗 那么转眼进入了2021年 纽约房市迎来了大爆发 新楼盘的交易量也快速的上升 那么很多楼盘过去能够打折的 现在基本上这个溢价的空间 可以说是非常少 所以开发商在去年可以说是卖的特别的好 但是纽约的开发商这个好日子 基本上还没有过够一年惨日子就又来了 2022年因为利率的攀升 买家一下子就少了 那么开发商不像个体的卖家 个体的卖家如果不是急需资金 他们可以选择不卖了 把房子收回来自住或者出租 但是新楼盘的开发商 是背着银行的巨大的进住贷款的 他必须要卖房才能够还贷 因此我们在下半年又看到了很多的楼盘开发商 更愿意和买家讨价还价了 甚至主动的降价 而我现在看到开发商最新的一个自救的举措 就是帮助买家来买低贷款利率 那么这样就能够刺激 因为利率上涨 而犹豫不决 不愿意进场的买家 好我们总结了纽约房市 在2022年的大底的情况 那么明年会是怎么样呢 虽然连准会在12月还像之前预期的一样 继续的加息 但是这次的加息的幅度有所减化 而且对买家的冲击力也小了很多 所以许多人就期待2023年房市能够有更多的利好的消息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买家的心态都是买涨不买跌 那么只有看到房价从低谷反弹了 才觉得买的不亏 但目前根据一些新闻报道和资讯 2023年纽约房市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的专家也对未来纽约房市会怎么走 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美联储会在明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继续的保持高利率 所以房贷利率在2023年 要急速的下降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尤其很多人期待说 这个房贷利率会不会回到疫情前的这种三的水平 基本上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明年的房贷利率会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最近我咨询了纽约一位资深的贷款专员 他表示目前的贷款利率 已经从11月份的最高点降了下来 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 30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将维持在5.5到6.5之间 而且这个的利率水平基本上会常态化 而经历了这大半年的利率的变化 很多的潜在的买家也已经调整了心态 适应了目前的利率的水平 准备重新进入市场 我在第四季度也明显的感觉不少买家又回来了 而且现在很多的银行也针对利率的现实的情况 推出了一些不同的贷款计划和贷款策略 来供买家选择 还有人预测如果2023年美国经济步入衰退 就会出现失业潮 这会导致一些屋主要面临贷款违约 从而使得房产拍卖借卖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大量的出现 从而使得房价大跌 那么究竟这种情况在纽约发生的几率有多大呢 根据Street Easy的研究 纽约市的屋主将比2008年进入危机时 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首先从2019年至今 纽约的房价都是处于整个房地产市场发展周期的下行的周期 所以房价仍是在低位徘徊的状态 所以几年前买房的人基本上来说的话 并不是一个买在房价的一个高位 不像美国的其他地区的房价 最近几年飙涨而出现了泡沫 那么在疫情之前和疫情期间购房的 大部分的纽约的房主都是拥有正资产的 其次纽约的抵押贷款的拖欠率是2.7% 只有0.4%的贷款人是处于负资产的状况 这就意味着 大部分纽约市的屋主 他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 并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可以抵御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 贷款违约在纽约发生的几率 实际上我觉得并不高 我们再来看纽约的租赁市场 由于2022年原本打算买房的买家 继续留在了租房市场 所以2023年纽约的租金将会继续保持在一个高位 根据专门追踪纽约租金网站Zuber的数据 纽约一居市的租金的中位数是2334美元 曼哈顿一居市的租金的中位数是3950美元 与疫情前相比 纽约的租金平均上涨了33.9% 但随着夏季租房高峰期的过去 目前纽约的租金上涨的势头开始减缓 甚至有回调的现象 但由于房源的库存还是比较紧张 租金价格下降在2023年将是缓慢出现的 基于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房源紧张的状况 纽约市政府和开发商便打算 将纽约市更多的空置办公楼 改建为租赁公寓和产权公寓 而随着在家工作的常态化 曼哈顿的办公室的空置率始终还是非常高的 这是疫情以后唯一没有恢复的一块市场的版图 那么纽约市的省计讲办公室的一项分析显示 纽约办公室的入住率仍然只有46%左右 为此纽约市政府正在推动 将曼哈顿为充分利用的商业建筑改建成公寓 来缓解纽约市住房短缺的问题 住房市场是否能够健康的发展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人口的正向流露 那么根据StreetEasy的搜索数据表明 纽约继续吸引着希望从其他地区搬迁的 潜在新居民的兴趣 11月份来自纽约市以外地区的住房的搜索量 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 其中来自华盛顿DC 波士顿和亚特兰地区都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 纽约市主机长办公室的分析数据显示 尽管纽约的住房成本较高 但是人们对纽约市居住生活的浓厚兴趣 与纽约市经济的稳健恢复是相吻合的 到今年年底纽约市已经恢复了疫情期间失去的97%的工作岗位 除了工作机会以外 纽约市全面恢复的文化娱乐等多元化的生活 也继续吸引全球各地的居民 总之2023年纽约房市还有不少不确定的因素 房价和利率的走向也存在很多变数 但是纽约作为一个伟大的城市 它的魅力仍吸引着最有实力和追梦的人再次安家落户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这期的视频 也祝各位朋友节日快乐 我们2023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